看看这边 狼队是贴到了大矿山的脚下 来自于皮卡多方向的狼队 依然保持着自己较高的进圈速度 可这次他们的点位似乎是有些与众不同 竟然在前期直接来到了城区内部的大舱 是的 而另外一边 97好像也想来看一看这个三舱里有没有人 天霸几人一动不动啊 这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捕兽夹这个陷阱给铺开了 等着97踩上来 然而97保安啊 白小纯的心率已经来到136了 136他很激动 但是他知道现在该冷静 这对于天霸来说是一个全队老六的状态 看看狼颖跟97到底会不会进入天霸最危险的埋伏当中 天霸应该没有把 这不是把载具开到里面了吗 就在这个集装箱旁边 那这样的话看到与我们一样的蛛丝马迹的话 体坛应该会察觉的吧 但估计这种非常为龟埋伏位啊 就呆在楼梯上方 艾丹露脚步了 是的 这个时候队友赶来 判断到了狼颖一个背身以后 打一个包架狼颖应该是扛不下来 就上一枪 这个时候可以下去补枪啊 队友只要稍微跟上蹭到一下 但对手DBS 白小纯那边也可以出手了 小心被反枪的喷倒 现在反而给到了狼颖一个拉扯的阶段 最终是白小纯 天霸有一个人数的优势 再看另外一边 领域已经被莫逐打倒了 领域另一边是落单了 体坛人员集结比较密集 轻质在另一边 专手也被放到 体坛瞬间把这个人数给打回来了 而且这个位置 咕咕咕 救不了了 救不了了 随机也被补掉 那现在这一场 防区内部的遭遇战 正式的化为了三打二 体坛人数回归了领先 这波有点可惜了 清智那边应该身位漏大了一些 本来是一个优势团 就这一波体坛像是打太极一样啊 使用了一种化劲 看到了天霸在红砖房附近相互集合的时候 他们则是转入到了附近的这个大仓 没错 在大仓里对领域实施包夹之后啊 反而是实行了一个短的 短距离的以多打少 那打成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防区比较复杂 一共有三个小房型 那其实也没有必要再打下去 毕竟这是在圈的正中间啊 是的 现在如果双方回归理性都知道 毕竟在阶段一 还是在一个不错的中心位 继续打下去 对于双方来说可能都有点亏 可是点位如此接近 也没有什么再具很好的撤离点 这是打 觉得有些不甘心 不打的话又各自散不出去 是 再加上刚刚应该是晚风拉了上来 开了两枪 两支队伍也明白 如果我们打起来 肯定有第三方来劝 来劝架的人嘛 毕竟那个是一个峡谷地形 周围的山坡很容易踩人 好 经典的DBS 面对对方的短剑 其实反而是天霸 因为刚开始都是 待在一些 打埋伏嘛 老六位这种点位上 所以反而对于 体坛集合的接架 没有一个很好的阵型 当时都专注于去 把注意力放到狼颖的身上 虽然他最终被淘汰了 但他真的以个人的走位 个人的拖延时间 为团队积累了一个反打的宝贵的时间节点 中间是垃圾站附近的丘陵地带 ST忍不住了 直接贴到狼队的近点 四个人一起贴 这边这个喷子怎么说 承示出来打一个持续的输出 但是队友在侧面 帮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ST一波冲击 把狼队瞬间给蒸发了 狼队可是防守方 这防得很细碎 那ST本来是无处可去的 拿到了一个不错的防区 VS可能也想来劝哦 因为VS就在脚下听到了这个枪声 也知道这边在打架 刚刚也是补掉了一人 那现在ST同样也是在刚刚防守方的这个点位 这里对于进攻方有优势的一点呢 是侧面这个围墙 既可以把载具挺过来 也可以作为一个掩体和依托 没错 看神森 这颗手雷是没有炸到 直接提着UNP45直接往前冲 双方的手雷各自效果发挥一般 但是山芝 转手放到了神森以后 VS的状态也比较惨 派大兴那边还炸倒了山芝 出现了一些误伤 现在这个点位 还来不来接下来起这个大包 被对手抓住一个timing以后派大兴 一个连打待补 最终VS战队 只剩下了遥远的挂后方 Z9 STE 先是一波满边的进攻 随后一波残边的防守 在这里几乎连续剿灭两队 要知道这里还是有NV的干扰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不光有NV的干扰 也有圈内RST的枪线 这波VS 如果说要架枪冲的话 其实你看Z9这个方向 架不到太多枪线 要知道截至本场开赛之前 深圳STE他们的场军积分 沙漠地图来到了7.14 场军淘汰来到了4.76 这都是在联盟排名第一的位置 可能就是有这样强悍的手感 这样高超的团战胜率 才能让他们在沙漠地图 与本赛季傲视群雄 没错 关键是在防区当中 更多的靠的是选手的 个人作战的本能 是 你要追究到这种协同的话 还挺难的 要看一下默契了 那聊到本能的话 反正本能选手杰 刚刚在本赛季 还打破了联赛的场军 打平了场军淘汰 单场淘汰记录 是 这把残编的话 记录应该是没机会了 但是还可以再拿拿分 就看得出来 STE真的是在本赛季 一次又一次的 在这张充满热情的 沙漠地图上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的名场面 名局 是的 在沙漠里面又点了一把火 看一下 Pation Pation这边在探点 想要把RSG买点的人 给他探出来 因为知道这个房间是有人的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 花痴已经拉到前面 马路对面去了 对 还有一个先手投雷的忧车 但是自己的点位随机也暴露了 炸宝的侧身刚好 格子是没有办法架到的 尼克首雷炸到了神猪 高点的花痴也放枪 那给到Pation一个提醒 要看一下他们现在 能不能分析到 原点出枪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房区里的一队 RSG的点位还是有些散了 房区里面各站一个 中间半坡踩一个 马路对面还站一个 那FlowerZ现在才将将要来 内部集合 但我觉得已经进入了 K1战队最喜欢的一个 圈边拉扯的节奏了 而且这个圈 把房区排掉了 98K已经拉到圈边了 现在可以踩住反坡 反卡一手了 没有必要来到房区里面去打 就因为进点吊人了 花痴被迫地回去 但是98K借力打力 你回去以后 我把你刚刚马路 对面的点给踩住 那瞬间K1可能由一个 稍带劣势的进攻方 转为了一个卡边者了 是的 刚刚微笑 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 结果这一眼就让他爆炸了 再看一眼 就会有北斋爆炸一般的手感 但他打在了一个 还可以去支援起来的位置 而对于听派来说 似乎也还有时间 圈形给到了一个偏西部 把他们刷到了窄边里 这给到了他们 一个能够去缓冲的 服人的时间 是的 好消息就是 枪神那一侧是能进圈的 他们几个人的战线 拉得比较开 而这场比赛 我看到了圈内有一处 独一无二的优势点位 也就是当年广州TT 每场比赛在沙末地图 会久久驻留的巧克力山 NV是现在这个山定商的主人 可LGD 似乎也是准备飞到他们的头顶 这是圈内制高点位的争夺之一 成C 一分手并举 加上击枪 瞬间脚灭掉了 K1战队的两人 AG 那成C在 阔别赛场 一段时间之后 归来 就是一个爆炸性的表现 沉电啊 沉电果然有用 这段时间的沉电 让他获得了沉电电的力量 而另外一边 NV也跟LG打起来 就是在高点的巧克力山上 打成一片 抱着在原点架枪 这个位置瞬间 LGD完成了对NV的团灭 NV的人数并不集合 反而让他们这个距离上 没有办法特别拥有很好的视野点 去帮助自己的队友 LGD这是从天而降四人其中 乱拳打此老师傅了 这一瞬之间 三刷四的时间点 大家的速度提得太快了 长沙体坛 与另一边电光火石般的团战不同 他们这里展现出了一天霸 缠缠绵绵的慢速节奏 但估计局最终 也被两个夹角枪线协力淘汰 那一圈的圈中心 这一处大仓防区的胜者 是终于角逐了出来 对于体坛来说 我觉得时间还没有完全算晚 现在还能突上再具 再把自己的点位拉开 是的 而RGD跟AGD的大战一触即发 K1已经扎到圈中间的反坡了 AG看一下能不能扶一下城市 城市这个位置是比较危险的 而RCD那边又起了一个散包 这个散包不知道 是不是一种迷惑性的作用 因为AG现在已经导人的情况下 RCG按理来说可以 扛起来 把它带回去 因为那个位置会受到爆炸联工的伤害 还有健康值 这是一岛3C联动 最终是扶起来了 应该是能扶起来的 他真的 我哭死 那现在AG回归一个满边编制以后 RCG封起了散包 但迟迟没有集结 应该就是以散包作为一个烟雾弹 作为一个去迷惑AG双眼的道具了 是的 现在来看的话 AG前方的低点拼命库还是能进圈的 我觉得首先先进圈 找到一个圈点 然后再做打算 是 毕竟还有载具 整整两辆 还能再进一步地往圈内绕行 RCG最终他们的结果 抉择是Flower C 留在了原地 而剩下的两名队友 城上散包 应该是要逛一逛 点位上各个战队的地形 可能是一个观察的作用吧 没错 现在AG要做的就是 先把载具保住 载具没有的话 后面的圈就很难打了 RCG剩下两人 好像选择直接飞到巧克力山 两人挑战四人的LGT吗 那花痴怎么办呢 花痴就是作为分散投资 闪电格子争相倒地 那RCG的两人进攻山顶 没有取得什么有效的作用 那让花痴提前变成了独狼 果然是分散投资 是 何将上来也是抓住了AG的一个射身位置 哇 东东好凶啊 不停地上车下车上车下车 旋转腾腾之后 又赢下了一波团战的击倒 再看一下何将 这颗手雷应该是有机会能够炸倒一个的 炸残了 非常堵动 没有血被喷倒了 转身再喷 但是这样的点位啊 也不太好接驾呀 因为体坛马上就要拉过来了 体坛现在 在刚刚解决了防径内的天霸之后啊 终于有机会成为另一方的劝架者 这个时机也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但对于4M而言 北渊还在 但这边马上微博就闻声赶来了 可能要抽到北渊了 微博刚刚我觉得 是超乎了以往 拥有更多耐心的一次等待 但现在对于圈边老手微博来说 真的是出手的时机了呀 是 又给到了一个回切 现在微博又是在圈的窄边 而且可以以整个垃圾站的 左上角啊 为一个基点 向四周散开 拖开以后还是拥有着 较不错的一个视野优势 尤其是SUK已经拥有爆炸猎弓的话 基本上可以把4M这些点位 拿捏得死死的 没错 可像是慢慢地爬到了低谷 所以微博也没有捕捉到 那刚刚当JDE被两边一起夹击之后 体坦也是选择了回到防区内部 可能也是忌惮了在后方拥有着同家宝 一整队满边的情况 防区会成为他们势必要防守的一道堡垒 对 但是北渊上去想舔包的时候 还是被发现了 来了SUK列宫启动了 看来微博 gaming现在三人集结 准备把自己的重心 把自己的推进方向放到深圳4M离侧 因为后方毕竟是有着防区作为依托 比较信任着明斯科 让他去卡住自己的后身 是的 对于微博来说 最大的隐坏就是静点的合将 不过合将身上应该没有太多的手雷了 而另外一边的K1 司马光这边打倒了派达新 这个分能补掉吗 对面已经爬到了烟雾当中 可这样虽然放倒了对手 可以也被苏南完完全全地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是 蓝拳马上就要来了 贴到了司马光的后几两股 阶段五也扛不了太久了 阶段四开始基本也是没有办法去久留的状态 是的 童家宝最终是选择暂时绕开了体坛的防区内部 隔山打牛 观察到了4M一侧 而另一侧的Suki也被童家宝一颗手雷放倒了 看来周围的几个残鞭 从体坛到4M都要受到满边 如童家宝跟微博的青角 这两支战队也是目前在常规在总积分上 去争抢第一 争抢有着高达40年度积分的战队 是的 微博这边应该是发现了 4M的最后一个人直接摇火力车摇过来 哇 这沙漠地图越野的火力车呀 微博 gaming已经顺利地清掉了4M之后 现在三个人是更加有侵略性地 直接贴到了童家宝的近侧 但现在还来不及完全地 没有必要完全一拥而上 现在圈行也是给到了微博一方 不过现在童家宝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卡一下脚底下的防区的残边 因为目前来看这个平坡呢 微博和童家宝都没办法越雷池一步 而且微博本身在东南角还有圈点 就实在不行的话 微博 gaming可以暂时把童家宝放进来 让童家宝成为自己圈边保镖一样的角色 对 毕竟现在场上剩余的战队还多 还有整整十只 微博 gaming这么早想要把整个圈行的东边卡住 也是有一些太过理想 有些困难 对 不过对于微博来说 他们现在应该是比较明显地知道场上的一些信息了 北边肯定是一个满边了 当然圈行的东部啊 这就进入了一个地域模式了 LGT刚刚争想下来的巧克力山 已经被完完整整地排了出去 在这一天阿福和灵莎三个高点的笼罩之下 TC包括周围的派都没有这么好动态 对 尤其是网圈里进的时候 只有一个小小的山头 而且那个山头只有一半在圈 那这样的话给到了周围 包括TC派LGT还有底下的残边啊 Z9ST等等战队 都是一个十分十分苦恼的进圈麻烦 LGT应该是不知道Z9的 因为Z9很久很早就在那了 而这边童家宝已经开始反卡体坛了 体坛从中间的这个坡进缺是可以 但是往前 厕所里有花痴 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到花痴在厕所内部的信息 这边听派被蓝圈驱赶着背快要掀动 可是高有LGT竟有TC 怎样才能过得去呢 这个方向太难过了 也没有太多的载距 看一下阿兰看到两个侧身 主动了往上拉 还有两颗雷 有机会能操作的 我主要逛到他的点 阿兰的这一颗手雷来不及扔了 先开到前面的97之后 但另一边没等墨竹下枪 不抵于97的battle 新城这边虽然锁定了墨竹的位置 但是投资物的距离不太够 现在是炸不到的 得封两颗烟往前走一走才能炸到 既被蓝圈跟着往前赶 同时也离队友十万八千里根本来不及扶 是 这台新城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两难三难的状态 基本上很难进圈了 这就突然出枪 背后被刺了一下阿福 就刚刚确实对于东部的战队来说 这样一个新的白圈出现 对于大部分的东部战队来说都是盼下的死刑 没错 主要Z9他是很早就开车过来的 但老干爹是飞过来的 他不知道这个信息 是 好干爹甚至还是一路的不停雨 这里的原住民NV 以及后来居上的RSG 在做着一些缠斗 周围的信息可能也来不及 去充分地收集 没错 最终新城还是倒在了龙仔的枪下 两边一起扫 但这个会不会给到龙仔 里面天 也受到了苏南的淘汰 LGD最终被剿灭 但其实他们在这一场比赛登上高点之后 也是为自己赚足了淘汰分与排名了 应该是拿到了五个淘汰分和一分的排名分 插宝则是在现在达成了联赛的666淘汰 恭喜插宝 但是这一把 其实K1还是有点机会的 至少能拿一个前五的排名分 拿前五是相当的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里面的残边 Z9跟SP已经各自露枪 先被淘汰的是Z9 对 这边的残边基本上都在内后 这样的话 K1在派大星不敢轻举妄动的情况下 有机会去摸到他的背身 踩到高点了 炸宝还有雷 应该是锁定了派大星的位置 刚刚已经出过枪了 最后是由炸宝收下666 获得以后667也是转手再生 是的 再看一下圈内 龙仔 龙仔刚刚刚是没有切出镜子 终于是被花是抱头放倒 拖手的火 但龙仔爬出火焰之后 是花花帮助他剿灭掉了 RSG的最后编制 现在场上的队伍还剩四只 还剩下足足两只满编队 这会是同家宝与微博gaming的两强争雄吗 基本上这两只队伍进入决赛圈 肯定是板上停滴了 因为他们肯定要先卡一卡 西南部不再缺哪些残边呢 微笑那边出家 打倒了花花 这可能是微博的一个好机会 像素先把这个分数K掉 再扫导龙仔 非常好的限制 马上要冲到内部的低点了 怪卡也倒了 只剩下厕所里的维森 还有爆炸猎弓 再的话就是一个梦中捉鳖 再打一点点的剑舌上海维森 就要与同家宝全队一起被SUK淘汰 这个位置是无处可躲 厕所的正门就是对着像素的 甚至扑一颗火焰 还进一步的去封锁维森的走位 你想要出来 还得付出健康值作为代价 上海更高的手雷也扔了出去 维森现在是呆到了厕所的 内部的侧边 但是马上只差一颗剑 维森就差一点点呀 这个时候可以让队友 有投入的队友下去扔一下 因为现在像素是把这个方向 全部架死了 而另一边听派也是在与 K1战队的缠斗当中 倒地一人 现在还剩两人战力 双方各自都有着 较为棘手的交战情况要处理 那在这样的一个形式下 微博gaming 他们始终保持着全员战力 甚至K1拥有繁打以后 这边会打得更加的惨烈 一股作气 炸宝完成了对于听派的团灭 而这里有没有机会 扶一下王院呢 因为微博可能会微声赶来 知道这边导人了 但是信息是比较模糊的 可以试着翻上这个山头 翻过来就能看到 K1这一侧的方向 但现在是因为心去 针对童家宝 围森的位置非常的危险 最终 有导师在近侧用手中的短剑 淘汰了童家宝全队 那微博gaming 登上高点之后 只剩下下方 K1没有掩体的两人 说到二打四 有反坡 还是有操作的空间呢 看一下炸宝 K1这边是有四颗手雷 如果说手雷用得好的话 是有机会造成一雷多响 雷创造一勺打多的可能性 昨日比赛当中 成都AG的15ZY 刚刚就为我们揭示了这一道理 远古的雷神王院也在 看一下炸宝 已经很灵性地绕到了底坡 可能会打到微博的侧身 打侧身 一个出其不意的机会 也是K1现在想要去逆转的 一大屏上一大依托 那这样一来的话 王院晋点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他可能一个人要扛三杆上线 所以他也是不停地 保持自己的左右移动 没有在同样一个后面上停留太久 炸爆另一边 输掉旅SUK的单挑 那这样的四大一 也非常迅速地直接被米子根 一颗手雷 干脆拿下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 恭喜本就在常规赛总级分上 遥遥领见的北京微博 在地区中的 周决赛的第一日 又拿下了一场沙漠地图的胜利 也看到导师对屏幕前 竖起了一个OK的手势 这或许也是 他对我们做下的承诺 是他独鼠的庆祝记号 哈哈哈 哈哈